第2782集 血龙和叶晨相视一眼 两人也一心想留下 但此地彻底被永恒一族掌控 他们也无法撼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永恒圣王独自留下 我这副老骨头虽然不重用 但玄机月和地使天想要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你们安心走吧 永恒圣王洒脱了一笑 苍老的手掌轻轻一挥 那特殊通道传出恐怖的空间波动 永恒 叶晨等人大叫 但于事无补 终于 叶晨等人带着符文巨蛋 全部被传送走了 通道彻底消失 只留下一些淡淡的因果气息 萦绕不散 永恒圣王手指捏绝 一缕缕灵光挥洒而出 将所有因果痕迹全部抹去 传闻玄机月和地使天 微震万古 神通恒观宇宙 我今天倒要看看 他们有多厉害 永恒圣王倾恒一声 带着酒壶 缓缓地离开此地 他那孤单的背影 显得有些落寞和悲壮 但他的眼神却是淡然洒脱 逍遥自在 浑然不将生死放在眼内 不一会儿 永恒圣王来到一座僻静的山峰处 此地山水清幽 有一只只白鹤飞腾 钟灵玉秀 仙气飘然 和永恒兄弟其他地方相比 没有胸利血气 只有仙气 显得非常独特 是永恒圣王一处闭关的地方 永恒圣王坐在山顶小亭子上 一个人自真自引 怡然自得 然而 在这个时候 上方的天空猛然震荡 裂开了一条缝 两道浩瀚的神光从天而降 一时之间 花雨缤纷 雷音隆隆 地光映照 无比辉弘的大气象 出现在永恒兄弟上空 两道伟岸的身影 带着碾压星空 横贯宇宙的恐怖威势 缓缓浮现 无数符文交织 神霞滚涌 天地似乎都在颤抖 都要跪伏在这两人的脚下 正是玄机月和地势天 这两人的气息实在太恐怖了 一出现在永恒兄弟 便仿佛天上日月 照破山河 幸好夜晨等人离去的通道 因果痕迹已被抹去 否则的话 在两人气息笼罩下 诸天万界一切种种 都躲不过这两人的窥探 永恒圣王 瞥了玄机月和地势天一眼 轻轻一笑 平淡地喝着酒 也没有说话 血脉之史 和那些家伙的气息都消失了 连一点因果痕迹都没留下 玄机月脸色一变 顿时发现了异样 老前辈 刚才出现在这里的那些家伙 身在何方 可否告知一二 地势天环视四周 不见一切 内心微微一沉 但表面上不动声色 依然是云淡风轻的模样 甚至很有礼貌地笑了笑 向永恒圣王询问 其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 多烦忧 两位远道而来 不如过来喝一杯 听着地势天的询问 永恒圣王一笑 没有答话 反而吟诗举杯 要邀请两人喝酒 老东西 血脉知识在哪里 那些家伙又跑去哪里了 玄机月美眸震怒 他却没有地势天 那么好的脾气 见永恒圣王一副 巨步合作的模样 他一直神光点珠 浩荡地宿命紫器 化作洪流 仿佛瀑布一般 从天际滚落 杀向永恒圣王 紫薇宿命术 我这副老骨头 何德何能 要女皇 如此大动干戈 永恒圣王苍老的眼眸 陡然间精芒爆亮 一缕缕古老的鸿蒙气息 不断地从他身上弥漫而出 顷刻间 一个纵横十九道的巨大棋盘 出现在永恒圣王的脚下 棋盘的纹理 仿佛时空裂缝 囊括诸天一切时间空间 呈现出无比玄傲 无比复杂的气息 玄机月的宿命洪流 落在那棋盘上 居然被吞没了 那棋盘仿佛一个巨大的黑洞 能吞噬所有存在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永恒大罗天 原来你这老东西 很有这种地盘 玄机月眼眸一缩 身躯往上飞去 地势天的身躯 也往上空飞去 他们只感到那棋盘非常古怪 透出一股恐怖的拉扯吞噬之力 要将它吞噬进去 这是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排名靠前的永恒大罗天 传说中囊括一切时空 包罗万象的存在 那张永恒的棋盘连星空都能够吞噬 这也是永恒圣王的最大底牌 施展此法 需要耗费自身的寿命精血 代价非常大 永恒圣王脸庞上 皱纹陡然加深 如山鹤般交错 但他的眼神却变得锋芒毕露 锐气逼人 永恒自在 吞噬诸天 永恒圣王抱贺一声 脚下的棋盘神光绽放 纤西炸裂 一股恐怖的犀利传出 要将玄机月和地势天拉下来 按在棋盘上当棋子 老东西 你敢 玄机月哼了一声 他的实力超越永恒圣王太多 就算永恒圣王动用底牌 他都丝毫不拒 玄机月浑身气血 仿佛火山爆发般轰鸣起来 宿命紫气萦绕周身 显现出无上高贵尊荣的气息 天地宇宙 只有他主宰别人的命运 没有任何人能够让他当棋子 只一瞬 他便摆脱了棋盘犀利的控制 老前辈 既然你不肯说出血脉之始 和那人的下落 就休怪我们无情了 地室天白发飘扬 眼眸里有地气金光涌荡 他和玄机月相视一眼 两人很有默契地点点头 凌空飞降而下 大步踏上山顶 两人脚踩在山顶上 恐怖的威力爆发 周围的鸿蒙气息消弥殆尽 那张棋盘瞬间被碾碎了 还有整座山峰都在崩塌 根本挡不住玄机月和地室天的气势 永恒圣王张口吐出鲜血 浑身筋骨也遭到巨大的碾压 几乎要爆碎 苍老的皮肤裂开 不断有血水渗透而出 只是一瞬间 永恒圣王便受了重伤 就算他动用底牌 释放出永恒大罗天 也挡不住玄机月和地室天的锋芒 老东西 我们要的答案究竟在哪 玄机月历声逼问 说话间手指紫光跳动 竟凝化成一条条紫电 不断披在永恒圣王身上 稀里啪啦作响 永恒圣王只觉浑身麻痹欲裂 非常难受 但他咬紧牙关 却是始终没有开口 更没有屈服 守护叶家是永恒一族的使命 他不会忘记 他绝对不可能出卖叶尘 老前辈 何必如此呢 地室天温生劝说起来 只要你肯说出他们的下落 我们可以放了你 永恒圣王仰天大笑 无比洒脱道 耳曹身与鸣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你们要杀便杀 何必啰嗦 不知死活 玄机月看着永恒圣王 如此倔强的模样 美眸里顿时杀鸡暴勇 拔出腰间长剑 正想一剑杀了他 女皇 少安勿躁 地室天 指住他 沉声道 血脉之始的诱饵 已经失去 想引出背后之人 只能另外寻找诱饵 玄机月道 你想拿他当诱饵 地室天道 正是 于是杀了他 倒不如先将他带走 再从长计议 想拿我当诱饵 你们做梦吧 永恒圣王目光决绝 陡然反手一掌 朝着自己天灵盖积蓄 老东西 你想死 问过我没有 玄机月 手指一点 一缕宿命紫光 化作绳索 彻底捆住永恒圣王 顿时 永恒圣王 手脚被捆绑 动弹不得 一缕缕的宿命紫气 不断侵乏着他的筋骨 他脸色顿时 变得非常难看 连呼吸都变得 无比困难 玄机月只是随手一招 就彻底制住了他 两人间的境界差距 实在太大了 没有丝毫逆转的可能 我们走 玄机月看了看 第十天 撕裂虚空 率先离开 他想清楚了 第十天说得没错 与其杀掉永恒圣王 不如抓起来当诱饵 就算血脉之始失去 也依然有诱补 这一世轮回之主的机会 第十天目光深沉 他的性格比玄机月 谨慎许多 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在永恒兄弟里 四处寻找 希望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可惜 永恒圣王的手段 非常干净 什么因果痕迹 都没有留下 可惜 第十天轻轻摇头 也只好离开了 两人神威降临 碾压永恒圣王 如碾压蝼蚁 这一切画面 在高空中 却是有着两道身影凝视 正是任非凡和叶老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两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玄机月 第十天 想不到这两人 居然会以如此代驾降临 叶老摸了摸胡子 眯着眼睛 有点意外 毁了杀死那小子 这两人使不惜一切代价了 任非凡目光淡漠 刚刚永恒圣王陷入绝境 两人固然有阻拦的资格 但却没有动手 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叶辰的结 只有让叶辰历经劫难 饱受风霜 才能真正成长 如果什么都靠他们 叶辰不可能成绩 以后面对那些 真正的上位者们 不会有丝毫胜算 叶老 你说这一劫 那小子能不能度过 任非凡笑着问 叶老掐了掐手指 轻轻摇头道 天机莫测 步步凶险 谁能算得清呢 玄机月和帝始天这两人 必定会效仿当初 轩辕莫爷的史诗大会 拿永恒圣王当诱饵 今日之永恒圣王 便是昔日之天机道人 纯粹一个诱饵 任非凡笑道 以那小子的性格 他绝对会上钩 叶老笑道 就看玄机月和帝始天 有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够钓得起 叶寒这条大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